泰国陆军总司令巴育上将近日表示 准备将境内的缅甸难民送回缅甸 引起难民与人权运动人士担忧 若准备工作不完善 难民的生计与安全恐有疑虑 缅甸三军最高总司令缅昂来 于7月4日访问泰国后 泰缅达成一些共识 巴育上将近日在美洲电视谈话时宣布 泰缅边境9个难民营 约13万名难民将很快被送回缅甸 巴育说这些难民长期处在失去人身自由状态 遣返难民工作将按照人道主义精神进行 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 两国政府必须确定遣返可以在不推毁原则 尊重保护难民的情况下完成 这个原则禁止被迫害的难民 被送回给迫害他们的人 而缅甸政府也有责任 确保返回缅甸的难民能有足够尊严的生计 泰国朱拉隆工大学亚洲移民研究中心主任表示 政府与联合国难民机构间必须要有资商 最重要的条件是缅甸内部的和平 政府必须确保和平谈判能有结论 难民才能有尊严且安全返家 缅甸民主泰国行动委员会流亡的社运人士表示 缅甸客亲帮仍有内战 难民若被遣返仍有安全问题 而缅甸境内反穆斯林气氛持续成长 可能会影响穆斯林反免安全 许多难民当初逃离缅甸是因受到军人迫害 他们难以信任缅甸军人 而难民回缅甸还要面临是否有工作机会的问题 感谢观看